我们要纪念中原的四大神兽 这些令人钦佩的大师 为开创多佛 树立了四大美德 在很久以前的一个春日 金龙爬上了中原的圣山大宋 可季节更替 带来了气温的身高 山顶的积雪因此迅速消灭 一场特大洪水爆发 这是千年不遇的洪灾 青龙拼尽全力 已凶敏了水流活动 可它始终浑身陷速 也无法以大自然的力量抗洪 为了不对洪水因 青龙紧紧抓住了树干 刹那间 青龙顿木 木龙客水 靠的不是与水相搏 而是相视屈服 在屈服于潮流的过程中 运于更大的力量 洪水消退后 青龙向四大神兽讲述了它获得的情况 天人合一才能获得最强大的力量 与之相悖 只能势得其反应 因此四大神兽参与到公子的信条之一 力量 自此 青龙愿成为了力量的相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